我在英国毕业,刚进入电台参加工作的时候 遇到过一个身手极好的流浪汉,小灰 但因为脑子不好使,他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 于是我异议响天开,给小灰设计了一个杀手背景 希望他能配合我去录制其电台节目 让我从实习生里面脱颖而出 可当我告诉他你是个杀手的时候 小灰把手里的苹果都吓掉了 Pardon 我赶紧解释,是这样的 我需要录制其电台节目,想请你去帮个忙 角色扮演一个杀手,接受我的采访 我可以付钱给你的,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作为一个流浪汉,小灰一听到钱,两眼放光 转过来问我,你能给多少 想到自己一小时才六磅的实习补贴 我咬了咬牙,决定拿出大半天的工资 说,三十磅,我可以给你三十磅 录半小时就好,小灰犹豫了一下 在家和甜甜圈,成交,打铁趁热 我当即就把自己前一天晚上精心构思好的 跌宕起伏的杀手人生 给他仔仔细细的讲一遍 为了规避法律问题,我特别把案发背景啊 都安排在了国外 多年的美剧我简直没白看啊 讲完之后,我自己都被剧情感动了 我问,小灰,你听明白了没 到时候啊,就按我刚刚说的那种回答就好 可能是出于对三十磅的敬畏 小灰略显正重的点了点头 好,我们来练习一遍啊 我请了请赏子 各位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的 我请到了一个特殊的嘉宾,他是个杀手 没错,就是你想的那个职业 这位杀手的代号是灰 灰先生你好 首先我想问你一个刺激点的问题 在你的职业生涯中 你干掉过多少人 小灰哥吞了吞口水 把我之前教他的数据爆出来 二十个 说完了,他有些不自信的看向我 这个数是不是太多了 我觉得说七个比较好 不多不多,我白白手 开场只要能把我boss,sorry 能把听众给震慑住 节目就算成功了一半 这时候,我的气势也上来了 小灰,记住啊 我说几个就几个 我说几个就几个 他思懂非懂的点了头 虽然啊,过程有点磕磕磕磕 我们还是完整的演练了一遍 我定好了路之间 第二天下午 满脸穿风大 把小灰哥引进了台里 为了增加他的神秘色彩 我还专门到杂货店给他买了个廉价小墨件 戴上墨件之后啊 小灰更像金鲁里威斯了 大佬的保安啊 还以为是来了个演员上通告呢 路之间on air的灯亮起来的时候啊 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虽然不是真的在直播节目 但一想到boss就在隔壁监听啊 我的手心就开始出汗 节目的开场很顺利 音乐结束 我介绍嘉宾 然后甩出了第一个劲爆的问题 嗯,灰先生 请问在你的职业生涯中 你干掉过几个人 正对着我的廉价墨镜中 看不到小灰的眼神 但他拧在一起揉搓的手指啊 却表现了他的紧张 漫长的五秒钟过去了 他一声没坑 路之间落真可闻 慌张的我 赶紧对着他笔手势 二十啊,二十啊 看到提示之后 小灰终于反应过来了 他迟疑的把头凑进麦克风 然后结结巴巴的说 嗯,你说几个就几个 我脑袋嗡的一声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这一击撞 打得我是猝不及防 窒息的紧张和尴尬 让我直接把 接下来要说的台词啊 都忘了 只能对着手稿 一个又一个的念问题 小灰回答的是 一个比一个结巴 丝毫没有半点杀手的气场 反而像是个 犯错背训的小学生 陷入当机的我啊 是完全不知道 整个节目是怎么录完的 只记得和小灰 出录制间的时候 Boss对我留下一句点评 Interesting 然后离开了 我的竞争队友 小B也在那儿 她的脸啊 都快憋笑 憋成猪肝色了 压低了嗓子 指着小灰 对我露出鸡粉的笑容 杀手 真的吓坏我了 Nana呀 这就是你准备的节目 想象力太丰富了 我没理他 拽着小灰就往外走 但小B完全没打算放过 这个男弟所的机会 屁叠屁叠地跟在我旁边 如果办公去的时候 还特别招呼其他的同事 指着戴墨镜的小灰说 快看呐 Nana这个嘉宾 是个杀手 可能是他太得意 走着走着 居然把自己给绊倒在了地上 刷一个狗吃屎 可惜我心情沉重 不然啊 多半会笑出声 把小灰送到楼下之后 我很郁闷地摸出了 事先准备好了30磅 她接过钱 不仅没有发现有的不爽 还开心地问我 甜甜圈呢 不是说还有甜甜圈呢吗 我咬着后槽牙 从牙縫里挤出一句 改天不给你 然后头也不回地上楼了 回到办公室 小B大男人 还在座位上 卷着裤腿揉膝盖 一个这样盯着自己小腿上面 像弹珠一样大小的浴青 纳闷 什么时候撞到这儿了 我脑子啊 突然划过 会不会是小灰用什么弹珠神弓 打到小B让他跌倒的吧 他不会 真的是高手吧 不过 这个念头转瞬即逝 就刚刚录制节目里 小灰那个怂包表现 算了吧 此刻 我回到肠子都清了 一遍遍地检讨自己 是发了什么混 咋就瞎掰出个杀手的故事 采访和扫地大妈 都比这强一万倍啊 Boss肯对我失望极了 想着自己的媒体职业生涯 还没开始 可能就此结束 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OK 我们下期继续摆 节目失败的我 在台里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我和小灰在街头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奇遇 今天的小英文 甜甜圈 Doughnut Doughnut OK 我是Nana 欢迎关注 明天继续来听我把罗文战 我们下期继续来听我把罗文战 我们下期再见